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看天下》 今天这条片想和大家讲一个冷漫点的题目 是讲非洲 想和大家讲一下中共和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嘲笑习近平 说习近平有很多非洲兄弟 而中共长期大量贷款给非洲国家 即是所谓大撒币 亦是人人都知道的 不过一直比较少人去详细分析和报道 中共怎样毫无折制 乱把人民的血汗钱借给非洲国家 很少人讲这个情况 绝大部分人包括大陆人 每一次讲到习近平大撒币 多数当笑话 甚至今年8月24日 王毅宣布免除非洲17个国家的债务 大陆的网民都只是讽刺几句就算了 没什么人认真和中共算下仗 又或者说大陆网民有些愤怒也不停 不过他们的声音被官方封杀了 反而英国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 英国的王家战略研究所 刚刚在12月15日出了一份研究的论文 专门讲中共怎样在非洲大撒币 而这样用钱去收买非洲国家 对非洲和对中共自己有什么影响 来到这里我想说一下 我有设计了英国王家战略研究所的网页 因为他们不收月费 你可以看到他们全部非常高质素的文章 当然他们有收捐款 而捐款的数目也没什么所谓 坦白说 我每次都只是捐10磅到20磅而已 我从来没试过跟随他们最低的捐款要求 捐50磅的 因为一次过捐成500元的港元 对我来说实在有点肉赤 好了 讲回王家战略研究所的论文 他们首先指出 武肺和俄乌战争 令22个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论文指出 整个非洲国家向外借的公共债或私人债 中共占了12% 而去到2020年 非洲国家负债已经达到 6960亿美元 即接近7000亿美元 中共占了835亿 中共几乎是所有非洲国家的债主 没有跟中共借钱的非洲国家极小极小 而近几年 中共继续借钱给非洲国家的能力 已经大大缩水 明显是有心无力 而非洲国家就因为洗大了 现在就没有了中共这条水喉射注 将会出现各种的人道和经济危机 原来 中共大手笔借钱给非洲 是由2000年开始的 一直高速增长 直到2016年上到顶峰 之后慢慢回落 2016年中共借了284亿美元给非洲 2019年跌到82亿 2020年再跌到19亿 为什么跌得这么急呢 主要原因当然因为疫情 中共最大的债势 是哪些非洲国家呢 安哥拉欠中共大约426亿美元 埃塞俄比亚欠137亿美元 赞比亚欠98亿美元 狠亚欠92亿美元 其实非洲五十几个国家 合共的公共债务 已经占他们的GDP 65% 非洲国家的债主 虽然主要都是西方国家和日本 但是 最大的单一债主 就是中共 去到今年11月30日 非洲已经有22个国家 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界定为 难以还债国家 原来非洲三个主要的经济体 即是哪三个 即是埃及 尼日利亚 和南非 对中共债务的依赖 不算很严重 但是 很多东非西非的国家 他们真真正正借了中共多少钱 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知道 根本是没有透明度的 究竟借过多少 还了多少 是没人知道的 前面说 现在五十几个非洲国家 有22个 被界定为 难以还债国家 而两年之前 只有五个国家 被列入难以还债国家之列 两年之后 已经由五个国家 升到22个 即是两年之间 多了17个国家 是难以还债的 英国王家战略研究所的论文指出 2000年的时候 中共就开始借钱给非洲国家 目的 不是扮大哥的 当时不是打算请英雄的 当时的目的 确是为了非洲的天然资源 特别是石油 但是2012年 习近平登位之后 中共借钱给非洲国家 就越来越大手笔 越来越豪气了 每年最低消费 都超过8亿借出去 直到疫情出现 前面说过 才缩水到82亿 然后到19亿 非常明显 习近平的大计 是要进一步控制非洲国家 和非洲国家的资源 即是又要非洲资源 又要做大哥 还要领导非洲兄弟 评论文指出 安哥拉是中共最大的非洲债制 安哥拉72% 即七成的石油 是卖给中共的 安哥拉是中共石油进口的国家 排第六位 中共持有四成 安哥拉未常还的政府国债 而安哥拉现在 唯一希望是石油大幅 加价上升 这样石油越来越贵 安哥拉先有钱还债 对于没有石油的国家 中共用大白杖工程 去吸引这些国家 一篇论文列出 肯雅、赞比亚和科特迪雅 这三个国家作为例子 中共大量借钱给这些国家建基建 例如建港口、建铁路、电讯网络等等 起初这些项目 刺激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由于这些国家根本 没有足够和合理的经济基础和配套 结果这些基建工程 最后 绝大部分成为大白杖 反过来这些大白杖 还累死这些国家 简单说 你有一条高铁 有一个很豪华的高铁站 有用吗? 你这些人民根本没有接驳车去乘高铁 你根本没有货物给高铁运载 我告诉你 就算真是 免费任人民去乘 人民也不会乘乘的 你猜他 好了 那这些国家 有了五支 有了码头 机场 高铁 但是没有收入 那又怎样呢? 中共就开始 跟他们做生意 于是 中资就 起商场 搞连锁 结果 垄断了当地各行各业 最后 又是搞到这些非洲的国家 开始不行 开始排华 因为大家明白 中资的连锁的垄断 一定令到非洲当地 很多本土的经济受损害 我当年曾经在东非洲几个国家 工作过一段很短的日子 当时已经有这种情况 第三种利用债务去控制非洲国家的方法 是控制某些国家的战略重点 那篇论文以非洲的吉布提为例 由习近平登基之后 吉布提不断收中共贷款 吉布提欠中共的钱 等于他们GDP的35% 于是 2016年 中共宣布在吉布提 开始军事后勤设施 不过这样 最近吉布提又开始出现 很大的反共力量 很多吉布提的年轻人 对政府亲中的立场 显示强烈不满 现在吉布提的食品 原料都是依赖尽口的 俄乌战争 令到非洲普遍出现糧食紧张 人口只有百多万 天然资源又没有什么吉布提 现在被逼走回头 又求习近平 再借钱给他们到日 中共除了想控制非洲国家的政府 他们的经济和天然资源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 那么大手笔向非洲大撒币呢? 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论文 没有说的 这点他没有说的 就是贪腐了 非洲国家和中共借钱 非洲的政客当权者的官员 当然桌底有收钱 如果你问我这样说有什么证据呢? 请你问一下 何志平呢? 何志平为什么在美国坐牢呢? 就是因为何志平在美国 贵赂非洲的官员 就是这样 而大家猜一下 你猜只是非洲的官员 政客有利益吗? 中共的官员不一样有回购? 如果不是中共的官员有那么努力 哄中共向非洲大撒币吗? 你猜真是民族伟大复兴吗? 中共坚持借钱给非洲国家 这个过程 中共的官员当然是过水湿脚啦 中共坚持借钱给非洲国家 是不会问这些债仔怎么花钱的 他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 中共就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 又或者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多多监管的 这样于是 不监管 就是可以乱来都行 一旦可以乱来都行 非洲国家的官员 和中共驻非洲的共官 又怎会不乱来呢? 广东省的官员 总是一句 任你拿的钱你不拿 会被雷劈的 于是 中共的所谓贷款 经过沉沉的贪腐 落到非洲各个项目之中 已经不见了一大截啦 那就更加不可能透过投资 去改善那些国家的经济 如果非洲国家这些债仔 改变不了他们的经济 改善不了的话 那又变有钱还债呢? 而更加大获的是 非洲国家 伸手和中共借钱 这么容易 没有监管 于是 贪腐的风气 和 隐瞒贪腐的能力 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厉害了 大家就别以为中共的共官有贪腐 西方国家的官员一定清廉 未必 根本 西方国家 IMF 或者细银的钱 经官员的手 批出给非洲国家 我相信 很多欧美官员 一样 有非法利益 所以 由于非洲国家 过去20年 已经洗大了 去到今时今日 全世界不理他们 他们就很快出现 人道的灾难 如果继续借钱 给这些非洲国家 根本 没完没了 其实美国就一早知道这个情况 也多次提出警告 美国的财长耶伦 在今年10月15日 即两个月前 在细银和IMF的一次演讲里面 他已经直接批评 中共 是解决非洲债务问题 最大的障碍 耶伦提出 中共应该和非洲国家坐下 去解决还债的问题 而不是鼓励非洲国家 当债务危机 没件事 耶伦这么说 是针对王毅 在今年8月 高调宣布 免除17个非洲国家 23笔贷款 这件事 简单说 不用这些国家 还23笔贷款 而这23笔贷款 总数是多少 没有正式的数字 但是 路透社当日就报道 中共借给非洲国家的 不透明 紧急贷款 根本没人知道有多少 现在免除这23笔贷款 可能只是占总数1%左右 即是比例上非常非常低 亦可以这么说 中共利用这一笔 反正一定收不到的钱 去鼓励非洲国家 赖债 即是非洲国家 钱没得还 中共很大方 可以免除他们债务 其他西方国家 怎样做 就应该学习中共 大方点 不要追债 中共这一招 简单说 即是揽炒 中共是独裁国家 它不收这笔钱 没有人民出声 但是西方世界 收不到的钱 就一定会被他们的国民质疑 你说的分别多大 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论文 也指出 中共借钱给非洲国家 是长期不追债的 论文就形容 中共是利用债务作为外交手段 而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 好了 这样的格局 经过除阳帝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之后 现在出现重大的变化 这次中共的疯狂清零 重错了中共自己的经济 而白纸运动 又令到中共知道 14亿的韭菜 他们的忍耐力 原来也有个极限 不是除阳帝 你叫他死 他立即撼头埋牆 于是 12月16日 习近平召开什么重要的经济会议 就说要救经济 于是 中共内部 就开始 埋单算数 看看那条数 一算之下 马上 就令人看到 中共的中央财政是多么大 在这里我只选了其中一类的数字 和大家研究一下 中共的外汇储备 由今年1月到9月8个月之内 减少了2169亿 剩下3万亿美金左右 而这3万亿美金外汇储备 还有一半是外资的按金 如果外资走人 你要付钱外资 对比2014年 当时中共的外汇储备 有4万3千亿美金 8年之间少了1万3千亿 即是少了四分之一 目前的形势 中共荷包没水 已经是100%肯定 中共没钱 就没可能向非洲继续大撒币 于是中共只剩下两招 一招 就是输出产能过剩的产品 当作援助非洲 但是这招对非洲国家的帮助 未必很大 另外一招就是 掉头走以后什么都不理 等非洲国家 自己和西方国家 谈定它 拆定它 如果西方国家继续借钱 给非洲 中共就可以找个合逢 插进去 想办法继续维持在非洲的影响力 如果西方国家 眼白白看着人道灾难 都不经济援助非洲 中共到时就变身了 变成旁观者 莫化身 然后久不久 批评西方国家几句 说他们不人道 不理非洲人的死活 而这个情况 跟随阳帝 习近平搞清零政策 整个方向其实是差不多的 怎样呢 随阳帝之前 就躺身搞清零 当时他叫清零帝 好了现在突然间 话知你的人民死了 突然间 随便你们 个个羊 就变成了随阳帝 所以就突然间放弃清零 同样的情况 之前 是躺身 向非洲大撒弊 而突然间 他真的可以 完全不理非洲的情况 一元都不给出去 就说你死 这样也行 于是 去到这个地步 非洲国家就知道什么叫做 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记得 订阅 点赞 留言分享 如果有广告 请大家支持一下我们 拜拜